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了很久的问题 终于删到果实出来了 如果绵羊吃棍木 那他们吃不吃花呢? 我回答小王子 绵羊会吃他看到的所有东西 小王子又再问 生了刺的花都吃? 我回答 是呀 生了刺的花都会吃的 那那些刺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我正在忙着要拆引擎上面一粒扭得太实的螺丝钉 我很担心 因为发现飞机的故障很严重 更加严重的是 我们要喝的水快没了 小王子继续问 那那些刺到底有什么用呢? 他一旦问了问题 就会捉住不放 我被那粒螺丝钉已经弄得很生气 随口就回答小王子 那些刺一点用都没有 纯粹是花用来刺人的 哦 过了一阵的沉默 小王子很生气地质问我 我不信你 花很脆弱的 他们很天真 他们会尽力保护自己 他们以为自己有次就可以吓到其他的人 我没有回答他 因为那时候我在想 如果这粒螺丝钉还是这么环固 我就会用锤子打烂它 小王子又来骚扰我的思绪 你 你真的相信那些花? 行了 行了 我什么都不相信 我随口说一下 我在忙着重要事 小王子很吃惊地看着我 重要事? 他看着我手上拿着锤子 手指被飞机的机友搞得黑黑黑黑黑 护身在一个他觉得很噁心的东西 然后他就这么说 你说话好像那些大人一样 他这一句说话令我很惭愧 他又无情地加了一句 你把一切都搞乱了 你乱七八糟 小王子很生气 他用力地摇头 金色的头发在空中飘扬 我知道有一颗星球 上面住着一个红色脸的先生 他从来没有闻过一朵花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颗星星 他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 除了计家数 他什么都不做 他跟你一样 整天只是重复 我有重要事 我有重要事 他真的很骄傲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蘑菇 我问小王子 是什么 蘑菇 小王子生气得面都白起来 花他生次 已经有几百万年了 同样绵羊吃花 都有几百万年 他搞清楚花 为什么要辛辛苦苦 生这些没用的次 难道不是重要事吗 绵羊和花之间的战争 难道不是重要事吗 难道就不会比这个 红色脸先生的加数更加重要 更加严肃吗 如果我知道 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花 它只在我的星球上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有一天的早上 他可能会被一只绵羊 无故地吃了 这件事难道不重要吗 小王子一直说 说到脸都红了 但是 如果一个人 在几百万粒星星里 爱着一个独一无二的花 这样 他只要看着 就会很开心的了 他会告诉自己 我的花就在那里 但是 如果绵羊吃了那朵花 这样对他 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熄了灯 那样 难道不重要吗 小王子 说不下去 突然间哭了气上来 天已经黑了 我扔下手上的工具 锤子 螺丝匹 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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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我全部都放下了 在一个星球上面 在一粒行星上面 在我的行星上面 在地球上面 有一位小王子 有一位小王子 需要安慰 我将他抱在心口前面 轻轻轻地摇 我跟小王子说 你爱的那朵花没有危险 我帮你的药 画一个嘴图 我帮你的花 画一副盔甲 我要 我简直不知道 说什么好 我觉得自己太蠢了 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打动它 重新接近它 眼泪的世界 真的很神秘 我对小王子的各多花 很快就有更多的了解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面 一直都有一些很单纯的花 它只是生着一个花饭 它们不亚伟 不会骚扰到任何的人 早上它们会出现在草地上面 到晚上就会丢借 但是有一天 不知道在哪里飘来一粒种子 它发芽了 小王子小心地看着这棵幼苗 它是特别的 或者是一种新的猴面包树 但是 这棵幼苗很快就不再生高了 它准备开花 小王子看着花雷的诞生 感到这个奇迹 即将就要发生了 这一朵花 躲在它绿色的房间里面 不停地装扮 让自己更漂亮 它细心挑选自己的颜色 自己慢慢地穿上衣服 一块一块地调整它的花饭 它不希望像银谷花那样 蚱蚊蚊地出门头 它只是想在美丽的阳光下出现 是啊 它很贪美的 于是 神秘的打扮 一日 又一日地持续住 然后在某一个早上 就在太阳升起的一刻 它终于出现了 它精心地做了很多的准备 但是很懒地打着哭露地说 哎呀 我刚刚睡醒 要原谅我 看看 我的头发还是很乱的 小王子在这一刻 已经抑制不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这样跟玫瑰花说 你很漂亮啊 玫瑰花很害臭地说 是吗 你知不知道 我是跟太阳同时间诞生的 小王子看得出 这一朵花并不谦虚 不过它确实很漂亮 这一朵花接着又说 我想我是时候吃早餐了 请你记得我会需要… 小王子觉得很惭愧 于是拿了一壶清水去帮它灌溉 就是这样 在有些多疑的虚荣心推动下 这一朵花开始折磨小王子 例如 有一日 说到它身上四条刺的时候 它告诉小王子 你知 我不怕那些有爪的老虎狮子 小王子反驳 我的星球没有老虎 老虎都不吃草 这朵花很温柔地说 我不是草 小王子说对不起 这朵玫瑰花继续说 我一点都不怕老虎 但是我很怕风 你有没有一个屏风? 小王子说 你怕风? 那对一棵植物来说是很不幸的 这朵花也挺复杂的 玫瑰花接着就说了 晚上你要放我在玻璃罩里 你这里很冷 不要住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 他没有说下去 他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 其实什么世界都没有见过 他说的谎就是这么幼稚 令人很觉得奇怪 又觉得下不了台 于是他咳了两三声 想把错误推在小王子身上 屏风在哪里? 小王子就说 你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准备去拿的了 接着 这朵玫瑰花故意咳到很大声 令到小王子良心受到宅备 小王子就算是真心真意爱这朵花 但是听他这样说 都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了 小王子对一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说话 看得很认真 结果就令到自己很苦恼 有一天 小王子跟我说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我应该根据他的行动 而不是根据他说的话判断他 他对我沙发着香气 他令我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真的不应该离开他 我本来看得出他玩的那些小花招 后面是随着很多的温柔 玫瑰花就是这样表里不逸 我当时太小了 不懂得怎么去爱他 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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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会有什么